这些祖师都有这种他们的功德力 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 南投的这个年龄式的住址 已经往生的灿灵老法师 灿工 灿工修得非常好 静空老法师跟他学佛学半年 还跟他住过茅棚 那么灿工的年龄式的对面 有一个龙夫 后来脖子上长了肿瘤 靠近活龙这边长个肿瘤 就去求那个 去市里面去求灿工 灿工就跟他讲 他说你要向那一条手道歉 他都没跟他讲什么 那个龙夫吓一跳 那灿工怎么会讲这样呢 他说你应该向那一条手忏悔 原来是这样 那个龙夫在耕田的时候 看到一条眼镜蛇 眼镜蛇是毒蛇 这个龙夫一紧张 锄头拿起来就把眼镜蛇打下去 把他的头就切断了 眼镜蛇后来来报仇 让这个龙夫生了活癌 活癌 在喉咙这边 长了一个癌细胞 后来当然灿工也想度他 但是因为业果已经现前 后来这个龙夫就死掉了 这就是祖书大脱这种不可思议的 功德力跟神通力 我们六通记住 那他们信德已经圆满了 所以六通就现前 那你说像广青老和尚我施工 那道政法师在还没有出家前 叫郭慧珍一世 就去陈天禅世见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就用台语跟道政法师 就是那时候郭慧珍一世 郭医师 他说郭医师 你的你的大元家要现前 用台语讲 翻成郭语就说 郭医师你的大冤家要现前 你看 你一样在旁边用肉眼看 你就看不出来他要生肿瘤 连郭医师自己都不晓得 他自己不晓得他生肿瘤 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细胞 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 我们要透过S光 扫描 超运波 我们才会去发现 像现在最先进的核子共振 核子共振他就可以找出很多 你细胞里面的异样 那是用科学仪器 但是天脸通跟宿命通 比这个还厉害 他看到你就知道说 你大冤家要现前 后来郭医生医师出家以后 果然他得了肿瘤 他本来是农民肿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 视线在肿瘤的病患里面的观世音菩萨 因你何生得住者 既献何生而未受伐 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 毛毛虫就是我们众生 业障身中的众生叫毛毛虫 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 就是蝴蝶就是回想自在 他在讲转返成圣的过程 所以道正法师度了很多癌症的病人 但是他自己本身得癌症 他才知道癌症有多痛苦 他才讲出那个意境 讲出那个苦不堪连的境界 道正法师也经过那个过程 他当时在描写他那个生病的过程里面 旁边有一位照顾他的师父 因为旁边会有很多蚊子 那道正法师当时会排那个血 很多血会排出来 历经这个癌症的折磨 但是他没有做化疗 那当时旁边就有那个出家事物 比丘尼帮他在咬这个扇子 怕那个蚊子过去钉 大正法师当时在痛苦的时候 南无阿弥陀佛 后来他就悟了 他说我为什么要练得这么痛苦干什么 应该翻喜练佛才对 为什么练得这么痛苦 那个执着还没放下来 那个身见还没放下来 那个我子还没放下来 最后他悟了 他说我应该翻喜练佛 癌症是我这个业障 生病是我这个设身 我这个业报 可是我的自信没有这个业报 自信他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争不减 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后来道正法师在化佛的时候 他会一共化五尊佛 他后来在那个化室里面 阿弥陀就化很多人送给他彩笔 送给他很多的色彩 他最后化第五尊佛的时候 他就往生延吉了 我本来可以参加他的土壁大典 但是因为我刚好我妈妈也往生了 所以我在7749天之内 我就不方便去参加这个 道正法师的土壁大典 他最后要往生的时候 他早刻起来说正在拜佛 他就看到同参道友说 我不能再陪你拜佛了 我要走了 他就练阿弥陀 他就倒下去就往生了 所以道正法师他的生命的过程 他历经癌症的琢磨 他的成道的经过感动了很多人 他就在6月19号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往生的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因你癌症生得度者 即现癌症生而未受法 这就是菩萨视线 道正法师也就是参功的学生 也是参功的高主 您可能会参加多久 这些设计有所说 是因为您的东西 您的建设计 您的建设计 您的建设计